嗨 嗨,我是Marco 今天的视频呢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来日本必须知道的语人交流技巧 我知道现在有疫情 所以很多人就来不了日本了 但是以后有机会来旅游 或者是来留学,来上班 都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我发现在日本有两种外国人 一个是非常讨人喜欢的那种 另外一个是被人讨厌的那种外国人 那他们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呢? 我就开始跟你分享一下 第一个是呢 我发现讨人喜欢的外国人 会鞠躬的 在日本呢 腰が低い人是比较被人接受的 比如说 就说一句话的时候也是 你想说 你好 谢谢 こんにち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这样的时候也是稍微鞠躬一下 こんにち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这样就给别人的印象就完全不一样 在日本的话 这样的 很 腰が低い 态度是比较被人接受的 OK 第二个是 我发现在日本的话 自信满满的人 有时候 可能会有点被讨厌的 跟国外的文化完全不一样 特别是在美国的话 有自信的人才会受欢迎的 在中国也是我看过很多有自信的人 但是在日本的话有谦虚的文化 日本人比较喜欢低调的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发现过 在日本 姿势不好的人比较多 就是这样 我自己认为 因为在日本 自信满满的人 比较少 美国人就是 姿势特别好 很有自信 很强的那种 眉毛 这样的感觉 但是在日本的话 温柔 不要误会 有自信 是好的事 呃 自是好 也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在日本的话 低调的人 才会 被人接受的 你们当中有可能有些人会说 欸 Mako老师 你也是看上去很有自信的呀 我跟你讲 因为我在讲中文 我是讲中文或者是英文的时候 看上去比较有自信的 但是我 说日语的话呢 有点不一样 我之前也是上班的时候 同事看到我说日语的话 他们会说 欸你说日语的话有点不一样 挺温柔的感觉 虽然我说大半话的话 有点凶 但是 反正 入乡随俗 是不是 那么第三 很简单 在日本呢 味道很香的人 会受欢迎的 我觉得这点日本人有点敏感 特别是欧美人呢 香水的味道太重了 很多日本人非常嫌弃的 日本人喜欢自然的香香味道 比较淡的清爽的味道 像是那种洗粉啊 洗发水啊那种 比较淡的味道 你在日本的话也不需要喷香水 在日本卖的柔顺剂 很好闻的 所以你的衣服会香香的 还有那种头发的棉洗精油 那种的也是有很多很多好闻的 我不骗你 你有香香的味道 肯定对你也有好处的 因为呢说实话 人 再傻逼也是 如果它有香香的味道 我不会去讨厌它 但是呢 它 再对我好演 如果它是臭臭的话 我都不太想理它了 是不是 OK 那么第四 在日本突然用英文跟本地人说话的外国人 会被嫌弃的 我发现呢 在日本 很多外国人 直接用英文跟本地人说话 其实这样呢 很多日本人觉得很不舒服 当然在机场啊 或者是在景点啊 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的话 你就找个服务员 然后用英文问事情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特别是在农村 呃 你就随便找个 本地人 用外国语说话 这样的话 会有点不礼貌的 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日本人 几乎没人懂英文的 在日本的话 你不能认为 英文是世界共同语言 日本是个岛国 很多年纪大的人 还是对外国人 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老太太老爷爷 他们几乎不懂英文的 你在日本你是外人 你想跟本地人说话 你应该也讲日语 你不懂日语 要找个人会说外国语的 不要随便找个本地人 实在需要问别人的话 你就找个年轻人 或者是学生 或者你就学点最基本的那种日语 比如说 すいません 不好意思 这样先用日语打个招呼 然后再用英文说话 这样的话会好多了 然后别忘记 すいません 第五 在日本呢 空気が読める人 是受欢迎的 空気が読める 独空器 这个独空器是什么意思呢 不好意思 说到哪里了 前面我妈妈进来了 嗯 对 空気が読める人 日本人呢 本来就是说话委婉 不会直接说话的 比如说你出去 邀请一个日本朋友 然后他跟你说 不好意思 我今天很晚下班 那你应该也可以猜测 他的意思就是他不想来 就别再问 哎 几点下班啊 没关系啊 我等你啊 这样的话会给他压力嘛 所以在日本的话 很多时候就需要空気を読む 如果你太啰嗦的话 那个日本人会说 この人空気が読めない OK 所以呢 在日本有观察能力的人 是受欢迎的 还有最后一个我想分享的是 你来过日本的话 应该也知道 日本有脱鞋的文化 去别人家也是 去餐厅也是 很多地方要脱鞋的 脱鞋了后呢 应该要把那个鞋子 放整齐一点 不要脱了就完了 你脱了以后 再把它放干净一点 脚不能臭 日本有脚部的止汗膏 没有的话你就用 普通的那种止汗膏 可以涂在脚上的 然后吃饭的时候 也是要吃得干净点 在日本不管是外国人 或者是本地人 懂这些小离异的人 还是被人接受的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下次见 拜拜